如果有症状,我们也建议会做手术 因为过往有时会说,如果只有脚痛,不是很严重 例如我走半个小时才觉得脚疲,要停止 未必需要做手术,可能我们做一些运动 或者做一些非手术的治疗也可以 的确是这样的 但如果这些病人做了通波仔,或者血管承认术 其实他的生活质素会立即有改善 所以现在的趋势都是说,如果有症状 而我们发觉他血管真的有收窄 我们也会跟病人谈论他的手术风险 究竟他能否接受手术 然后再看他计划之后会做什么手术 因为如果说通波仔,或者放肢架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局部麻醉 在大腿腹枯枯的位置,开一个针孔 这么小的伤口,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手术 通常病人住一晚医院,第二天都可以出院了 所以如果他本身不太多病痛,年纪不太大 我们评估风险之后,跟病人谈过之后 很多时候都会建议他做手术 而且现在也有些新识 例如一些有药性涂层的球囊 通波仔的波,外面已经有些药物 那些药物本身是化疗药来的 其实在血管里面撑开了之后 他就好像在血管壁里面塗了一层化疗药 令到他之后黏起来,或者收紮的机会就会细了 在这些情况下,未必需要每个人都要放指甲 如果身体里面没有指甲的话 有时候收紮的机会也会细了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严重起来 会导致需要折肢 如果不够血道,再加上有感染的话 例如脚已经变黑,或者有浓水出 或者周边有红有肿 有发炎的迹象,那些就需要折肢 再严重起来,有机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如果他发炎,控制不到 令到细菌入了血,就会令到有休克的情况出现 严重起来,其实是可以致命的 所以如果一些病人很严重,有感染的话 其实我们尽早折肢是帮助他保命的 但是除了折肢之外,会不会有少一点的手术 其实骨科有时都会有一些清创的 就是把坏死的部分弄掉 但就未必需要切掉脚牙 那么严重 最近就有一个病人,其实很年轻的 二十多岁的,有高血压 吃几只血压药都控制不到,都是处于偏高的水平 当然不可以就这样,因为他有高血压 我们就这样被血压药,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就帮他做一个全身的检测 就发觉他原来肾血管有收窄了 那个收窄的程度都七成以上 于是我们就跟他安排了一个局部埋葬的手术 做通波仔,即是一个血管承认术 就把血管的收窄位和他撑开 一撑开之后,他第二天已经可以血压回复正常 之后就不需要吃血压药 所以即是说,如果及时做手术的话 其实有机会是可以,除了帮到他 生活质素会改善,不需要经常吃药 亦都可以减低他之后 有其他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为你知道高血压都可能之后 会有血管扭,或者会中风 甚至乎如果再迟些不做的话 如果腎不够血度的话 他有机会失去一边腎的功能 所以就是说,有时是一些普通很简单的检查 其实超声波,已经可以知道原来血管收窄了 所以如果有怀疑的话 尽早去看医生,去查一下原因是怎样 也要 除了 有时候再提示